22号开学日,花冬地区天气晴朗 不过由于辐射冷却影响,早晚温差还是很大 23号则是有波东北季风南下,花冬地区温度会下降 星期三、星期四会有局部短暂雨的发生 而星期五元宵节到星期六的228连续假期 虽然有封面会通过北台湾 不过对花冬的影响不大,会是出游的好天气 22号开学首日,花冬地区天气晴朗 春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不过周二有波东北季风影响 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增加,气温也稍微下滑 周三周四降雨趋缓,气温也将回升 不过早晚偏凉,日夜温差大 22号一直到28号的天气 我们可以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天气 高温大概都在24、25度 然后低温大概就从17度到19度之间 所以基本上天气相对的稳定 但是刚才已经谈过就是说我们是在银封面上 所以有些地方还是会有下雨 所以如果你住在那个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 还是请背驼雨去 所以温度看起来蛮舒适的 26号的时候就元宵节那天 天气可能有一点不好 然后到26、27、29的时候 基本上啊 这个周秋三天的廉价天气看起来都不错 蛮适合出游的 26日周五元宵节将有封面通过北台湾 东半部地区气温略降 山区可能有零星短暂震雨 不过对花东地区影响不大 2280假几天将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有计划安排旅游花东的民众可以好好把握 接着讲邦夜华林诗报导